我回来是想救刘若晨的 现在于丽清因为我而死 秦阳因为我受伤 我要是继续下去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 会因为我的自死 而受到伤害 穿在五月后 在三月后 立即黑采访 一天 各的灯 在五月中 还想去哪儿 你来干嘛 我来收房租 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 剩下的 我回头拿给你 为什么不是现在 现在我不方便 让开 别再打扰我 我们要去哪儿 对不起 刘若晨 我现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方式 只能先 我 最近刚才是 我夜店 姐姐 我心里肇中了 噢 姑娘 我心里肿中了 你给我 你不觉得 我心里肿中了 我心里肿中了 你肿中了 我心里肿中了 你肿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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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你在这儿待了一晚上 你让我进去聊会儿 有什么就直接在这儿说吧 为什么要走 因为我累了 你心里明明还有我 你骗不了我的 你不信的话我也没有办法 你是怕我跟秦阳一样对吗 在保护我 所以我在你心里还是很重要的 我想安静一会儿 你不是说你想做摩天轮吗 帆帆公主的小冤枉还有什么 比如说什么景点什么地方什么人 有事有 但比较幼稚 说 我不说 说嘛 我不说 说嘛 想做一次摩天轮 为什么是摩天轮啊 因为 传说 只要相爱的人 一起做摩天轮 在摩天轮最高点接吻的话 就会一直走下去 就会一直走下去 就 最后一次 就一次 来 走吧 好美啊 你知道为什么 这个游乐园到晚上开的只有摩天轮吗 为什么 因为这的老板和她丈夫 就是在摩天轮上认识的 然后呢 她的丈夫去世 她告诉她 她不会离开她 变成了星星一直守护她 每次她坐在摩天轮上看星星 就是她最幸福的时候 你看 摩天轮是离星星最近的地方 好美的故事 但也很悲伤 这故事告诉我们 要珍惜眼前人 我们拍张照片吧 好 刘若晨 刘若晨 我们分手吧 决定好了 不是说冷静几天吗 为什么突然要分手啊 我这行试过 但你知道 我心里过不了那关 不许多了 既然你决定了 我尊重你的 你为什么要分手 所以我真的将决定了 我们就不许多了 你再来 我寻找到 你我记得那个 将决定是 我昨天的 我寻找到 我去打电话 我去打电话 我说你 没人 我说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